新北市土城区一名男子到连锁的卖场 要买一整箱的咖啡 女店员表示说 目前架上只有散装的 要的话得要稍等一下 要到仓库拿货 但是男子觉得 店员的态度很差 当场标骂 还恐吓说要用酒瓶来攻击对方 就连警方到场了 他还是继续的咆哮 而今天女店员也现身还原经过 想起被辱骂的过程 他难过流泪 更直说被吓到不敢上班 你为什么叫我不要买 我没有叫你不要买 我说你不高兴可以不要买 我没有说 敢搞你不敢做 穿着黑色外套的男子 深夜在连锁卖场 标骂女店员 你是靠杀吗 先生你知道 你是靠杀吗 女同事见状赶紧出来缓家 没想到被他一起用脏话辱骂 那他给我滚蛋 好呢 你走你没在意 我们不敢还跑 越骂越离谱 甚至做事要拿酒瓶攻击 女店员实在瞎坏报警求救 你不要给我插嘴 你继续骂你继续骂 你继续骂 我没有骂你 好好对不起 是我误会 我有骂你吗 但就连远警也被他连珠炮攻击 惹得警方火气也上来了 大声贺令不要再闹 我只要没有办法 你不要干涉我 你去买啊 我给你拜托也可以 你去买 我给你拜托也可以 你别干涉我 你去买啊 等一下你摔倒想怎样 西北市土城区这名男顾客 到了连锁卖场 说想买整箱咖啡 女内员告知 大夜班人力少得等他去后面仓库拿 没想到惹来顾客不满 失控飙骂还恐吓要动粗 冤情已经到场告诫 但他一个小时后又在到场呛下 大夜一个人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有点害怕 现在要吃药才可以睡觉 对所以我觉得 真的很难过 他竟然就是一直在吐什么 你要买就买啦 不要买就不要买啦 你要吃啊 就不要买啊 事发后男子接连到卖场找麻烦 入骂其他员工 让被害女店员嚇到不敢上班 提高恐吓 只希望奥可以退散 接下来到明周新北市采访报道